I have to apologize The first runner up is Columbia 从天堂掉入地狱 环球小姐主持人哈维搞出大乌龙 话题持续延烧 各种恶搞言论也纷纷出龙 主持人哈维一秒变身小假 大唱sorry 还有八卦媒体之一 事情恐怕并不单纯 只当了两分钟冠军 哥伦比亚小姐阿德纳沉默三天 终于在Instagram上发表最新po文 她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 她乐于接受结果 虽然当上冠军只有几分钟 把一切归咎于命运捉弄 不过现在阿德纳人气飙高 还有成人片商开出三千万天价 邀请她担任AV女优 而从哥伦比亚小姐的事后发言来看 她应该已经对乌龙事件释怀 毕竟她在新闻版面上已经大负全胜 记者综合报道